我们从天亮开始,五点到七点,夏天冬天稍有区别,但是这个时间一定要起了,如果是夏天,其实在五点之前就应该行了,这个时候要排泄,你才叫正常人,所以说清晨一杯热水,有助于它运化, 很险,麻烦让它两边通,观念通,气血通,人的精气神才会好,你的运气才会好,人才能更长久,符合天地之道,晨时,七点到九点时时吃饭的时间,早上一定要吃饭,是最重要的一顿饭,是好的,然后清晨也可以活动,就是在某时晨时吧,大概这个时候,因为四时它已经养很旺, 你要是说,很有时间也可以练身体,当你练到羊一定足够的时候,你这个时候反倒可以咽一点,喝点绿茶,但是一般人,就是助羊要喝红茶,夏天的时候,喝点绿,上火,到十一点,这个五时就开始睡觉了,睡觉要比吃饭还重要, 我们会发现这十二个时,人大很多时间都在睡觉,如果睡不着,就打个肚子,就并不养神,有的时候几分钟都管用,吃得比猪饱,猪睡得比猪好, 然后喂食,喂食,喂食就是也可以适当的补水,白天多喝水,晚上少喝,不起夜,而且它身体机制也是,白天需要你多, 这个喂食不要吃药,生食,就是一点到三点不要吃药,三点到五点不要睡觉,这个是彭祖百姬,老祖宗留下来的,800岁那个我们在讲的, 然后有时,三点到五点下午,不要喝酒,现在人喝酒比较晚了,就是虚实七点之后,包括娱乐,这个时间你适当的可以娱乐,但是天已经黑了, 你应该让他这个阴下来,多静静心呢,这些,这个读书啊,或者是,这个,就是,静静心听听音乐啊, 反正是,都得做一些有益深心的吧,所以说,这个,这个,现在的,这个, KTV啊,九华夜店啊,那这些,他们是为了盈利啊, 不然人一到晚上就没好事,你就睡,你就睡觉, 你就尽量就睡觉,如果这个时间还不能睡, 因为虚实跟害实,它是一个,呃,这个人体的接洽,一天当中的末尾, 啊,啊,这个,心包经跟这些三角经,它是整体来调节的, 那你害实一定要睡了,古人在这个时候叫人定,就是你要睡觉, 就夫妻哪怕在一起,你这个时间,也要最后了,就也要休息了,啊, 然后就是到了此时,啊,有些人特别的人呢,那极少数的,啊, 我们会就行道着,啊,有些就是练子武功,这个时候, 你也可以试一试,到晚上11点,实在是在睡不着,打坐,啊, 这个其实是也是有助于睡眠的,啊,睡前睡不着,可以, 然后丑时睡觉,一日时睡觉,你反正我具体的也不讲了, 他,你,人,他,休息你,他自然,自然自己就知道他要干什么, 他就会去干嘛,啊,只要只是白天人,就是,他没有好的观点, 就乱,乱搞乱,乱来,啊,知道晚上他才老睡,啊, 你就,他反正我就没具体说的,你就睡觉, 白天更不要喝酒,啊,这个, 关于烟酒茶,咱们也, 花一课去讲一下吧,这个只是十二时辰, 我们说养生方面,啊,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, 这个一些,啊,运用,啊, 西方现在已经发现这个,就是十二经络仪了,啊, 就是他只才发现十二的主要的, 而且他是通过热仪,成像, 他是这个时间,他主要是这个,啊, 就是跟人体的这个刚好是对应的, 他也是发散的,也是看不太清楚的,啊, 他只才到这里, 如果早上困的朋友,啊,就是一定要抽到晚上再睡,啊, 精神好的习惯,啊,就活动活动,他就不困了,